关于饮料店的亏损 泵版解释 主要原因在于Twist当时希望提供最便宜的茶饮 因此利润非常薄 一杯卖20多元 尽管销量不少 但毛利不足以弥补成本 不过泵版强调 Twist的初衷是让大家都能以实惠的价格喝到好茶 因此即便面临亏损 他仍会坚持下去 知名电竞直播主Twist刘伟健因涉嫌贩卖大马烟谈 被法院判刑4年2个月 并在今年5月正式入狱 至今已经快5个月了 近日Twist的好友泵版亲自前往与他共同创立的饮料店19茶屋店内巡视 并在社群媒体透露 Twist当初为了让顾客买到最实惠的茶瓶 导致每杯饮料的利润非常低 店铺因此经常亏损 他呼吁粉丝多多支持 否则饮料店可能面临关门的危机 泵版去年投资150万元加盟19茶屋 并在中原夜市这个热闹地区开店 近日他在英式国安上分享了一段影片 提到店里的营运状况 直言虽然我没有详细计算过 但饮料店肯定不是最赚钱的副业 现在确实在亏损中 他还透露自己赚钱最多的副业是酒店 月收入在150-200万之间 但他坦率表示 不过那些钱基本都被我自己喝掉了 未来他计划开设火锅店 尽管竞争激烈 但他相信只要专心经营 还是能找到赚钱的机会 他也透露自己开设的表情预计明年开业 关于饮料店的亏损 泵版解释 主要原因在于Twist当时 希望提供最便宜的茶饮 因此利润非常薄 一杯卖20多元 尽管销量不少 但毛利不足以弥补成本 不过泵版强调 Twist的初衷是让大家都能 以食会的价格喝到好茶 因此即便面临亏损 他人会坚持下去 并自信表示 即使赔钱 我也会继续开下去 在Twist入狱前 还特别推出了一个道别礼活动 免费请全台湾2300万人 喝一杯饮料 只要扫描QR Code并注册19茶屋会员 就可以免费兑换一杯饮品 活动将持续到Twist初一为止 他希望及时感谢一直以来支持他的粉丝 同时也希望与曾对他有无解的人和解 大家对19茶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两年前 Twist在直播中讨论原子少年成员小孩 哈士华的感情风波时 暗示一位未成年网红 失生活复杂 涉及多人运动 这一言论引起了该网红的不满 他随即提起诽谤诉讼 近日 他再出起诉书 表示自己成功维护了名誉 32岁的知名直播主推 是因涉及贩毒被判处 4年两个月有期徒刑 上月16日正式入狱服刑 然而 近日传出他在狱中 又面临新的法律纠纷 2022年 他在一次直播中 暗示一位当时年仅17岁的网红 参与不当行为 该网红随后对他提起诽谤诉讼 并于24日公布起诉书 宣布Twits已被正式起诉 两年前 Twits在直播中讨论 原子少年成员小孩 哈士华的感情风波时 暗示一位未成年网红 失生活复杂 涉及多人运动 这一言论引起了该网红的不满 他随即提起诽谤诉讼 近日 他再出起诉书 表示自己成功维护了名誉 检察官也决定对Twits提起公诉 截至目前 Twits的律师团队 所以尚未对起诉做出任何回应 根据起诉书 Twits在直播中有意损害他人力 非法披露个人信息 在谈论这位网红的私人纠纷时 提到他的手机号码 从而损害了他的名誉 Twits变称他并不认识这位网红 手机号码是当天另一位嘉宾提供的 他强调这只是直播效果 并非有意为之 但这些解释并未被接受 这位网红强调 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了解情况就不应该随意猜测 他表示自己从未参与过 任何多人活动会优惠行为 对于被误解感到非常遗憾 也没想到无心与诱人的玩笑 会被曲解成这种意思 我也从这次的事情中了解到 我不该失了分寸 无论是多精密的人 都不该乱开玩笑引人误会 他希望这次事件能让其他人明白 言论自由需要伴随责任 不应轻易损害他人名誉 Twits因贩毒案正在服刑 现在又面临诽谤的新指控 这对他无疑是雪上加霜 未来的审判结果和这些指控 将如何影响他的处境 备受关注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Twits和其律师团队的回应 将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大家对Twits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Twits在直播中也谈及了 自己与女艺人小齐炫的绯闻 他谈成自己多年来 一直暗恋小齐炫 但过去由于有安迪而不敢追求 直到今年 他们终于修成正果 成为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Twits表示 虽然外界总有各种流言蜚语 但他和小齐炫的爱情 却是最真实的 2024年5月16日 31岁的电竞网红翠子刘伟健 将于今日上午90 到台中的检署报道录域服刑 他在此前一天晚上紧急召开直播 与3.92名粉丝道别 回顾Twits的过往 三年前他因贩卖大马烟坦而遭到逮捕 最终被判刑四年两个月 尽管入狱在即 Twits仍不愿意放弃这片他熟悉的土地 在最后一次直播中 他感性地向粉丝表示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是无法一路嬉皮笑脸走到现在的 Twits一代哽咽 可是自己可能会随时崩溃 虽然即将被剥夺自由 但Twits仍表示有许多未完成的事情 他套路将把社群媒体的经营权交给另一半 希望能在狱中与粉丝保持联系 甚至分享一些在监狱的生活 或与另一半的爱情故事 此外 他的猫咪和母亲的照顾也将由另一半接手 值得一提的是 Twits在直播中也谈及了自己与女艺人小齐炫的绯闻 他谈成自己多年来一直暗恋小齐炫 但过去由于有暗点而不敢追求 直到今年 他们终于修成正果 成为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Twits表示 虽然外界总有各种流言蜚语 但他和小齐炫的爱情却是最真实的 为了不错过入狱的时间 Twits提前一天能下台中 他的好友接待了他 并陪同他在台中的豪宅中 渡过入狱前的最后一夜 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 Twits表示自己会努力适应狱中生活 期待能早日重获自由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Twits尽力格外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宝贵时光 好友赛出的照片显示 Twits的母亲在他怀中放声痛哭 画面相当令人不舍 根据了解 Twits在判决定验后 特地抽空与家人和女友一起出门旅游 年仅32岁的网红主播刘伟健 也就是知名游戏实抗主Twits 因贩卖大麻被警方查获 法院最终判处他四年两个月有期徒刑 时隔三年 这一定验判决即将于本月执行 Twits即将入狱服刑 面临即将远离家人朋友的现实 Twits尽力格外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宝贵时光 好友赛出的照片显示 Twits的母亲在她怀中放声痛哭 画面相当令人不舍 根据了解 Twits在判决定验后 特地抽空与家人和女友一起出门旅游 度过了人生最后的自由时光 照片中 只见Twits与母亲紧紧相拥 母亲手中还拿着一朵一次康乃馨的鲜花 Twits好友在分享照片时感叹到 看着她抱住妈妈 妈妈放声哭 再在旁边也跟住默默掉泪 一次真的很爱妈妈 你真的变得更好了 真的 要相信自己 在即将入狱服刑的前夕 Twits更在直播中表达了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她谈成自己在当天直播时明显心情不佳 速度叹气 并透露自己刚刚哭过 我知道今天才崩溃大哭 抱着我老母 女人哭了好个几小时 自己做的事情变成身边人要帮我承受 要是可以我也不想离开 我也很痛苦 Twits的母亲显然也无法接受 儿子即将入狱的事实 在最后的相距时光中 母子俩紧紧相拥 母亲白感焦急 蓝眼悲痛 对于退而言 接下来的监狱生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她在入狱前夕已经显得相当痛苦挣扎 可以想见在狱中度过的日子必定更加艰难 但我们相信 只要她坚持反省 勇敢面对自己的过错 相信她定能在服刑后重新站稳脚跟 重建事业和生活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启小铃铛